2020客家之星客家歌谣比赛21号在客家文化会馆的演艺堂举行 这次分为5个组别超过350个人参加这场客家盛事 客家事务处希望可以借由客家歌谣比赛来发掘本县优异的客与歌唱人才还有合唱团队 进而来推动客家文化让客家歌谣可以继续传唱 花莲县一年一度的客家之星客家歌谣比赛21号在客家文化会馆演艺堂举行 今年区分5个组别分别是少年组、客家流行歌曲组、传统组、对唱组、团体组 超过350个人参加这场客家盛事 这次评审可谓是金曲评审团 谢宇威、阮克勇都受邀前来担任评审 赛事选准之高也让评审市经验连连 那看到小朋友呢加上街舞吧这样客家表现我觉得非常好 那我觉得未来可能希望有更多的中间的年轻人比方说就是15岁到30岁这边中间的年轻人来参加 会更好那就是也看到很多我觉得东部的部分啊希望有更多新的客家音乐他们能够传唱 因为东部这边好像大部分都唱卡拉OK的歌曲 不过其实很多现在这十年来啊很多的年轻一辈客家歌手的作品很不错 我也希望就是说看怎么样做交流的方式有更多的新的创作能被东部的朋友听到 评审 阮克勇在休息时间演唱让台下参赛者直呼站到了 客家事务处希望借由客家歌要比赛发掘本线优异的客与歌唱人才 还有合唱团队进而来推动客家文化让客家歌谣可以继续产唱 借刘明胜既然相报道